在经济衰退时期 小型企业特别不好过 距离纽约市不远的新泽西小镇地内客 小型企业主感受到来自各方的经济压力 他们努力寻找创新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请看记者阿提夫的报道 烘焙师傅海斯勒是纽泽西小镇地内客 这间有80年历史的犹太教合理面包老店的第四代老板 奶油雪花面包店是纽约大都会区最有名的面包店之一 但海斯勒说烘焙业正遥遥欲坠 40年前你如果要买面包 蛋糕 你非得要到面包店去 今天顾客在许多地方都可以买面包 那些选择包括便利商店和大型连锁超市 其中许多在店内有专属的烘焙部门 同时提供新鲜烘焙食品和糕点 海斯勒正在做出应对以保住他的顾客 我们把自己定位为无坚果面包店 我们不断挑战自我 推出有创意的新配方糕饼 我们也不只为犹太社区提供服务 犹太社区占了地内客镇很大一部分 我们同时还为穆斯林社区 印度社区 以及其他有特别饮食需求的社区提供服务 无论是不是无面筋食品 所以我们找到各种渠道来增加我们的生意 地内客镇的西德尔街是这个镇一些最老的企业的发源地 有些店进行了重修来保住他们的顾客 不过有些已经关门了 地内客镇商会会长鲍尔说 大部分的商家都不知道他们可以向商会寻求协助 我想许多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有我们的存在 他们有了问题也不会和我们联络 我们能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生存下去 有些企业关门是因为雇主年纪大了 他们想退休 于是他们选择结束生意 而不愿意找有兴趣的人接受他们的生意 这家店的老板说 要想生存 小型企业必须进行调整 配合社区的需求 这家店同时是礼品店 也是提供WiFi上网的咖啡店 老板普林斯大约两年前开了这家店 小商业能以不同的方式迎合社区 要更加留意社区的需求 同时注意价格 我们做的一部分是 是仔细采购 以保证或者希望能保证给出更好的价格 为了努力求生存 地内客镇的本土企业 不仅变得越来越应顾客所需 他们同时还为当地艺术家提供展示他们作品的场所 美国文化统计者阿提夫报道 感谢观看